2012年9月 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江剑三郎为首的日本民间政治团体 公开发表声明 特别指出 钓鱼台猎语是日本在清朝政府 最脆弱不能行使外交主张之下 所占领的中国领土 日本应该对侵略与殖民的历史深刻反省 主权虽然无法分割 资源却可以共享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基于这样的理念 在2012年8月5日 中日合约生效60周年纪念日当天 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马总统呼吁相关各方 以对话取代对抗 搁置领土争议 经由协商以建立东海行为准则 共同开发海洋资源 不少知名的国际媒体与学者一致认为 马总统的东海和平倡议 是处理钓鱼台猎语主权争端 最好的解决方案 非常清楚 这个海道必须是一海的平衡 与共同 首先关于总统的主要 基本的主要是 这些问题应该在平均 通过议会 通过谈计会 我没有更多欢迎 我完全认为这些主要 宜兰南方奥鱼港旁边的 妈祖庙南天宫 是台湾苏澳渔民的信仰中心 南天宫 供奉一尊世界第一的金身妈祖 金妈祖高六尺三寸 用203.8公斤的纯金打造 渔民说 有妈祖的加持 和政府的帮忙 就能够扩大希望的渔场 应该是要 把百年来的 我们的传统渔典 可以把它拿到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所以希望我们共同来打拼 第二代是我们的 我们要打拼 来建筑等等 无论从地理 地质 历史 使用 和国际法来看 都可以证明 钓鱼台列宇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台湾的附属岛屿 和台湾不可分割 就像花瓶雨 棉花雨 和彭加雨 是我国领土 台湾的附属岛屿一样 中华民国政府 仍将坚定主张 并维护 钓鱼台列宇的主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